你们知道吗 大扫厨也有经济 它不只是扫扫丢丢就那么简单 那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月里 一定是在打扫护制家里了吧 对不对 但是就有朋友告诉我说 原来大扫厨也有经济哦 第一不宜更换大门 大门是掌管运气的好坏 不仅是换门 就算是要重新油漆 都应该请教专家 以免影响家庭运 建议只需要清洁 不需要换门 第二旧的春联要处理掉 我相信很多人的家里头 一年到头都会贴着旧春联 就算旧的春联保持良好 更新的一样 也不能为了省钱而继续使用 更换新的春联才能带来好运 让家里和事业顺利 第三冰箱和米缸不能空 冰箱和米缸的作用就是储存食物 也是一家人能否三餐温饱的关键 因此不应该是空的 尤其是过年前更应该补满 才能有个开春好兆头 第四 打扫顺序三准则 先收纳再打扫 先厨房后厕所 顺序则是由上往下 由内往外 最后迎春花卉要注意 年节家庄可以摆放象征喜气的桃花或者是梅花 房内可以摆放另家庭和睦的茶花或者是君子兰 客厅则可以摆放富贵族 发财树等职务 抑郁来年财源滚滚 这些大扫除的经济 我相信对现在的人而言来说 只要方便就好 不用管那么多 但是我也相信 以前的人会那么说 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你们相信这些大扫除经济吗 还是你们也知道它的道理吗 留言告诉我 并且为计靡来